重複的資料的話 會產生錯誤 基本上先不要組所以 那裡面的欄位名稱的話我建議是這樣 這邊可以怎樣 Ctrl C 然後過來的話這邊Ctrl V 那如果有空白 記得後面不要空白 好像前面有空白 欄位名稱的話前後都有空白要把它去掉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乾脆就選這邊啊不要選到空白的地方 然後這邊 分別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部分的話就是直接 把這五個欄位呢把它輸入上去 那選的時候特別注意他前後好像有那個如果有空白就不要選到 第三個 第四個 OK那 加上去之後的話接下來 金額的部分我們用什麼 金額部分我們用數字 那要不要小數點呢 沒有沒有小數點就用長準數就好了 那年限的話 借款的年 借 借款年利率的話利率部分有小數點所以這邊的話用數字 這邊的話用什麼呢 用 雙精準數好了 OK 格式部分的話呢 我們用 百分比 所以這邊的話格式 要秀出來我剛才用百分比好了 OK 那小數點到第二位好了 所以這邊也可以改一下小數點第二位 特別注意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數字 底下稍微改一下 好 再來的話年限 年限的話也是數字 所以你這邊把他改數字 然後 每月長完金額也是數字 長完 金額也是數字 OK那用長整數就好了 所以這邊都長整數 只有那個什麼呢 年利率 比較特殊 用雙精準數 那格式用百分比到第二位 那借款金額也是用數字 長整OK 好了之後的話你可以把它關閉起來 然後問你要不要儲存 選擇4 就完成 房貸 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 完全空白的一個資料表 讓我們儲存資料 這是第一步 OK 那我想各位試試看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先新增一個資料 資料庫 先儲存之後 然後在哪裡呢 在上面 建立資料表的流程 建立 資料表 然後資料表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再按一下 其實乾脆按這個也可以啦 或者直接什麼 建立直接按這個 資料 這個資料表設計 然後把欄位填完之後 有沒有 關閉起來 他問你要不要儲存 儲存名稱叫房貸 然後最後看到類似像這樣就可以了 那欄位名稱建議是 用那個 Ctrl C Ctrl V 比較 避免那個 藍位名稱錯誤 試試看 那記得儲存的位置就存在 你的 範例檔的 旁邊 這樣的話比較避免錯誤 XXV